6月17日上午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署发布消息称 警务署国家安全署 执行由拜免根据香港国安法 国安法第43一条 及实施细则副表因发出的法庭审令 搜查一家位于将军澳的传媒机构 即苹果日报位于将军澳的办公大楼 事后警方表示 这次被捕人公为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董事 包括四男一女 年龄在47至63岁之间 部分人是苹果日报的公主、出版人及片商 并且苹果日报有限公司 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 及苹果互联网有限公司 等三间公司资产已被依法动建 一传媒股票逆于当日上午感点起停牌 目前香港警方仍然在此进行搜查行动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亦对此发表声明显示 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严格执法的正宜之举 坚定支持一切维维护国家安全 与香港繁荣稳定所作出的努力 但是一传媒工会却提出 检查警方初步侵犯新闻自由 形容是借国安法之名 对新闻自由的严重侵犯 接着香港记者协会黑暴组织也出场 会黑警方依法审证的行动 是在此严重損害新闻自由 众所皆知 《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 但是任何权利自由都不是普遍界的 都不能够突破国家安全的底线 这个已是有关国际公约的平民规定 与各国法律实践的透霉 香港是跨截社会 法律面前人们为党 包括传媒机构在内、盖幕内外 新闻自由不是违法行为的挡战牌 任何人无论他有怎样的职业身份和背景 无论他背后有怎样的势力支持 违反了香港国安法及有关法律 都会受到法律的严谓制裁 表示《苹果日报》从2019年至今 有超过30篇文章 呼吁外国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特区 这些文章显然是整个处谋计划的重点 借以提供口述给外国或境外机构进行制裁 严重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 处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离害国家安全罪 就《苹果日报》有限公司的所作所为 无用置疑已经违反了香港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 无论以任何形式触犯香港国安法的行径 都必将受到香港国安法的行徒